FMQ2.5 自幼一生 渔夫自幼一生 大家好 我是渔夫 很欢迎又跟我们这个礼拜晚上九点 在空中和大家在会 那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我也是要再特别惊到一遍 就是说 我们这个节目是用这个iPad去录音 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你渔夫都不让孩子录音 你渔夫要录音 你要录你的iPad 我给各位说 我一头要来说 我这也是这样 这就是为了我们所有的公民社会 我们每一个公民 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体 所以每一个人 我一定要做一个示范就是说 每个人通通可以用我这一套方法 用很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来做广播 做录音 当然啦 你如果要做这个 这种家庭的 就是说录音的地方 用一个iPad 或者用一个iPhone 或者用一个Phone 你的智慧型手机 都可以 但是呢 恐怕还要 需要一个很好的麦克风 所谓的很好的麦克风 当然不是像天台很大 要用一种非常贵的材料 但是 要基本上一点点水准 这个麦克风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买很贵 我的意思是说要买一种收音非常清楚的 这些是重要 好 好 我们今天要来说 开始我们的主题正前 先来评论 最近 我们知道这个林宜宏先生 他最近一定决定说 在这个金室七天后 他说好了 这样 结束 因为看到很多 我们这个人民 他为了他 不想 不舍 不忍 不忍 甚至呢 很多人就 参加到这个街头的空间 当然 在林宜宏的这个生活里面 非暴力抗争 是很重要 所以呢 他决定要 结束他的金室 哦 这个事情 你都不知道 这 知道我 因为我和 日本那些 我哪算很年轻 他比较近了 啊 当然他是 民主的前辈 不是我这种小毛头 可以比较 啊 不过呢 后来 在这个美国巡回演讲 然后 他在选当当主席 一直到 政党 论体的时候 看到他 跟他有 生坛 啊 三年 啊 我也去过他的 湖南去金火 那么 也听过他 说了很多理念 啊 真正确实 是人家价 啊 所以啊 他那一天开始金室的时候 我从 都为台南 那一天 就明明 腹痛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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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为台南 人家的街頭 人民的街頭 就叫警察說到會流血流地 我們對那種事情 我們批一批是大家臺灣人 但是我不是都沒有當作臺灣人 叫警察開始跟你說 說到會流血流地 你像那個 車載的樣子 人在他的引擎 他就繼續他衝 這不是蓄意磨砂嗎 反正那個人如果是落下來 落在他的車子他都被搞過 這樣是不是蓄意磨砂 是不是這樣 人家去跟同的人去 去救人的人 他又會搞 這是什麼 有愛秀八仙 沒有愛秀八仙 有那個愛人的心 沒有愛人的心 一看就知道奇怪 比較有人要選他 這是怎麼會是奇怪 不過老實說 像他那種人 我怎麼會是 沒什麼想要說他 浪費這個純舌 說一下這種人 那麼我們知道這個 國民黨的大貼上 如果是 我以前不過一個朋友 我問他說 你就是外星人 而且你的北部有外星人 你實在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 百分之百的外省人 但是你是怎麼這麼疼台灣 他跟我說很久的很簡單 他說你如果是關心一個生態環保 關心你的土地的歷史的人 那你就自然而然的 你就對國民黨會非常的反感 因為那是一棟 那是一棟土匪的那個 寄居區就對了 好來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來 講的這個主題第一行 我們先要來講 最近啊 在這個太陽花運動 跟這個 魏龍那些 進行之後 開始啊 這個 國民黨的政府啊 就開出了 部署出來 什麼部署呢 真正部署說 第一是這個 行政院長 江宜華 他就說 要成立一個新媒體小組 啊什麼呢 這個新媒體小組呢 哦 原來這個 所謂的新媒體小組 就是因為說 他們對這個 網路 媒體也不瞭解 所以現在準備 要來成立一個 專門的 對控 專門的 對控網路 言論的 我們說就是 要成立一個網軍就對了 我們不要說什麼 跟他說 最近 一個年輕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年輕人 說 在那個PTT 什麼是PTT PTT就是大星 他們現在最愛用的 一個 算通訊 在那裡做社群的軟體 可以大家都在那裡公話討論 很多大星都很愛用 PTT 結果呢 他跟他打一個說 不然我們大家來去 把那個捷運 把他癱瘓掉 大家都來朝朝來一個捷運 哦 你只補得了 三幾百枚就叫金燦 哦 唯台北 這個 趕緊的 衝起到這個家具 說要抓人 我請問一下 一個人 如果說 我們大家現在來做會 來去探訪捷運 甚至 我們來去探訪 這個台北市的交通 大家在那裡收招 但是又不說時間 又不說什麼時候準備要來去 只要是一支嘴在那裡說而已 這樣請問你煩什麼做 這樣是煩什麼做 我跟他在那裡說而已 我又不真的去採取這個行動 我又不確確說我真的 甚至我說我現在也不好 我現在要來台西什麼人 但是我都沒有去 我都沒有說時間 還不說地點 我也沒有說我準備要怎樣 用這樣而已 他現在是在說捷運 大家來那集合 說來去接捷運 來去安裝 結果還沒有時間 大家還沒有都緊緊去 還沒有發生這個台北市 那也沒有了 這樣你更願意 你要嚇死人 接下來呢 聽說警政署 保一保二保三 各自負責 下去網路裡面 準備要來去 看看什麼人的言論如何 你是要嚇死人 我們現在是一定要做導航共產黨 還是嗎 啊 不然怎麼可能 說兩句而已 這樣大家有的 說到騙著 有的小孩 他們說給我這打嘴炮 這樣你就要抓人 啊 我們就是要 倒退回去 那個三十年以前 戒嚴時代 那如果說 啊 說就真的 你要知道說 台灣的言論自由 退 退後了多少步 像這樣 是不是要說 什麼人 大家又站出來說 這樣到底有違反 那個言論自由 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 你看看 在這個國民黨的統領 就是一切都要回到 就要回到他們 那個 他們所懷戀的 這以前時代 所以這個政黨 怎麼能夠支持呢 大家也怪怪怪 他叫一個人 這整個政黨都沒有做支持 啦 我不是叫你說 啊 國民黨沒有做支持 他就是叫我們支持民進黨 沒有喔 是的 我先要跟各位說清楚 我無所謂任何動牌 但是國民黨是絕對不能支持 因為這個政黨是一個共犯結構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好 啊現在 開始了 好啊 網路裡面說兩句 要怕死人 啊我畫漫畫 啊 各位要想看看 我畫漫畫 是由那個 啊 主經國的事態就開始過去了 啊 我那時候要畫這個 啊 主經國 喔 我們 各位要知道 那時候有政經國 可以在我的事態 可以在我的事態 可以在我的輪椅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 蔣經國的後期末期啊 因為這個 藤流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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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剛才可以坐在輪椅上 坐在輪椅上 坐在輪椅上 也是做我們總統的 你如果現在的想法是很奇怪的 你如果現在的想法 啊 做了輪椅還當總統喔 喔 就不是那個羅斯福總統說 那是因為做得太多 不太在做輪椅 所以你要想看看 那個時候總統也做得四 對不對 做得四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做法 做得四 但是這個時候想來是 是真方唐啦 因為大家都有民主的思維啊 但是在我的時代 好像有的這個蔣經國喔 有的輪椅而已喔 你還沒記住了 你會失蹤嗎 我告訴你 那個時候我還叫我博洋 那大家知道 有一個文學家叫博洋 他就是翁星期 他是我的好朋友 那這個博洋啊 我還知道在和他聊天啊 那我就問博洋說 欸 博洋博洋 請問一下 我請問博洋說 你年輕的時候 有一個 是說當你講的來關 是因為你翻譯這個 爸爸的故事啦 在那個時候有連在 在博洋翻譯的爸爸的故事 那這個爸爸的故事是這樣的啦 說爸爸 我們以前 我小時候 一個很有名的卡通 叫做 爸爸 露水露米 噗噗 那爸爸還可以 吃那個粉吹 粉吹吐 吐出來 他如果要有辣的時候 但他比如說 要用奧利味 要用Q的的時候 他就種到他的菠菜 就摺在家裡 這樣 扣扣扣扣扣扣扣 就很厲害 就對了啦 換你如果 他的肌肉 這樣 要打梯 那時候 都看得到很不一樣 很多人都很愛這個漫畫 博洋那個時候 他的這個翻譯 這個漫畫 是怎麼樣啊 剛剛的那一篇 是伯伯和他们老伯两人去收水 收收收收 收到一个小岛的顶管 他们老伯突发奇想 他想在这个小岛上 我不能称王 所以他们老伯总跟他们儿子 跟伯伯说 全国同胞们 什么high fellows 什么 然后说 感觉说你今儿 选我做总统 以后我选你做总统 哦 没得了 这样马上去 捏下了 就说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不是在讽刺蒋介石和蒋经国 就讲那时候叫蒋中正 他们老伯的小孩就对了 他要去判刑 我记得他们就是判七年 十几年我不记得了 哦 你要看 啊那个博养啊 是这个帮出来了后 我们知道他就是翻译什么知识通鉴啊 还要说一本很少认识 很快智人口 我和他很好 那三个的时候就会 有时候会去找我去跟他聊天 我有一帮早去人家就跟他聊天啊 跟他聊天啊 这个我就跟博养 这博养这人身心情豁大 所以我就跟他说 说唱也没关系啊 我说无头无射 跟一个老前面在那里说唱 我就问他说 诶 没了没了 我听说 你曾经参加过共产党 你是什么时候参加的 这博养很神奇的 他说 哦 我是有参加共产党啊 他说哇 什么时候参加 他说 啊就抓到调查局 打到受不了就加进去了 呵呵呵呵 我再看过 他说的是 啊 说的是这样很轻松幽默 但是各位要知道 他真的是在那里 不知道说到什么时候 哦 说到什么时候就对了啦 这样你会想到 你就明明没问题 你也会想到说 啊 是 是是我带的 这样 人是我带的 那你先看看 看一看 那个时代里面也是多苦难 所以 啊 这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某人叫做 有一个道啦 啊 啊 这是我听的那个 啊 政啊 我们以前那个 政主席 民政党的政主席 市民就去说的啦 他说 啊 他在 他以前在 牢 牢里面 啊 这他说他亲身的这个故事啦 他说他以前在牢里面时 有一个人 啊 他在关他们这会儿 啊 差不多领厨 差不多三个月 把把人放出来 啊 啊 那 Поэтому就说每一年哦 很多这个 政治犯 啊 政党都要 要遮住这个 这些 正正正的时期的时候 全部要集中在那个 正正正正 要将到正正正的这个 啊 这些 要他敬意 表示祝他 心情快乐 那一天 要死不是 善兵来叫那个 凡人来叫大家凡人 去集合 那个人早上睡起来 可能真心不清楚 早上起来大家知道 神智还没恢复 妈生妈生 他就搂起来 搂起来 这个团人总说 问一句话说 今天是拜鬼 今天是拜鬼 这些 所以让他 最厉害说来 你有没有讲拜鬼 拜鬼台记就拜鬼 没不对啊拜鬼 那些人说有有 我有讲 有讲好好拜鬼来 听说又够拍三年 可怜 那些时代你看我 恐怖就好了 这些人论主义的 东西 到现在一定是 我记得我的祖父亲 谁祖父亲 是一九八九年 还是解缘 那些时刻出席 你看看 各位 解缘时刻出席 我的祖父亲 现在都大了 都二十几岁了 一定下一代来临 那下一代又放到 我那一代一样的事情 你看看 我 那我们很多人 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那时代为了民主自由 在打招 我们也是希望后一代 可以过来 在开放 民主快乐的环境 里面 现在又被国民党倒了回来 你看看 那个本事就走出来 所以我说 我不是民主党 我先给各位选拟 但是国民党你到底不能选择 因为这是一群共犯结构 但是国民党都不能选择 你要选择 我不管 但是国民党都不能选择 如果选择国民党我看不起你 因为这是共犯结构 你选共犯结构 你选择一群 派人脱费嘛 是不是这样 你要选民党不选民党 你选民党我不选择 你如果不选民党我不选择 我也不选择什么 这不一定 国民党是国民的主党 但是国民党脱费政策 绝对不能选择 因为这对我们台湾的民主主义发展太大这个上海 所以他这个将一话开始要说到这个 要成立免质小组 变成这个网络的怪兽的时候 我想起一个 一个小孩 那最近我在天下杂志顶管五下 我跟你说 有像他法公 19世纪的这个动物学家 一个乔治居为也 话文我也不会讨论 这外国人有时候 现在他的名字也没有什么要讨论 比如 你如果记不清车说乔治三名书 乔治就乔治了 比如乔治玛丽 乔治免离 乔治玛丽 我们的那个公格就怎么想 那古早人 你如果名字没有什么要起来 比如说孔子 孔子自仲宁 这样我知道 孔子的音语名叫做Johnny Johnny 那个韩裔呢 韩裔自退之号昌理 这样叫做Charlie 杜甫呢 自直美 这样我知道了 这个杜甫的音语名叫做Jimmy Jimmy 这样音语你就记得起了 对不对 不过我先跟我们所有这些 小孩子们说 你不要跟渔夫老师这样学 要是你这样学 你要把报告教授就会被国文老师打屁股 我是先想好了哦 那么这究竟是法国十九世纪的动物学家 他呢 有一回他的核心呢 想要他做龙 啊 怎样做龙呢 就是说要去扮一个 要去扮演一个怪兽 那不是要跟老师 逼走 后来啊 啊因为他要放兽呢 啊他刚刚好砍的动物放的 那标本就一堆嘛 啊所以这些小孩想说哦 啊这些标本 傻傻来的哦 正正到头的哦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 啊 一个大怪兽 这样绝对可以跟我们 这个狗兽 用怪兽来下教授 来教 用会教的野兽 来下教授 啊结果 啊真的去扮 啊扮到晚上了 就摸在他的这个 这个狗兽里面 诶 啊结果呢 他这个狗兽给他 想想看来说 这也没什么啊 啊都做一趟 啊做一趟 过天一趟哦 我这 什么想说 哦 很辛苦的啊 在板烟那些怪兽 为什么才会都 那个狗兽都不怕啦 啊就喝到就去问狗兽 狗兽你10晚上 你放到那个怪兽 你为什么才会不怕 他就说 啊这个很好笑啊 你这些怪兽 第一 人那是会吃 吃人的哦 吃肉的 一定有生那种獠牙嘛 哦 就像我们的蚝蚝嘛 有种獠牙 哦 那些人嘛有时候爱吃肉 所以后边也会生獠牙 哦 那些狗兽生獠牙哦 那些狗兽生獠牙嘛 对不 啊而且哦 你的蚝蚝哦 都带着 蹄子 我们知道带蹄子的是 鱼啦 鱼啦 羊啦哦 那些人说的 这些都吃草的啊 你说这是吃草的啊 不是吃人的啊 这有什么好处啊 因为你 你如果是在蚝蚝要抓人哦 你一定要有蚝蚝嘛 对不 你有食肉性的 一定要有蚝蚝 蚝蚝 蚝蚝才有好处像这桶纹哦 像你的猎物哦 它用好处才有好处才有好处 哦 啊所以呢 这个狗兽牙也说一句话说 无知啊 比怪兽更可怕 无知比怪兽更可怕 啊所以啊 这个 啊 这我想起来 说要成立这个 所谓的新媒体小组 各位要知道哦 我常在介绍 网络里面有一个 TED TED的演讲 都是大师级的演讲 TED就是Technology 技术 啊 一就是Entertainment 娱乐 啊 d就是Design 就是设计 那就是TED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大师级的演讲 那我把一件看的一片啊 是一个俄国人 啊这俄国人啊 他 啊 说他年轻的时候哦 啊 为了 啊 要来改变的他们的双 他那时候就是白俄罗斯共和国 那时候就是苏联 啊 啊 啊 又为了要改变他们的民主 所以呢 一台合比较的行李就走去 看一看 網路 有可能来改变这个 啊 他们的社会 他们的国家 啊 所以他就 发动了一个 他就开始在那里 研究 要去参加一些 一些对那些 非政府组织 哦 就发言说 哎 不是这样呢 他发言这个 忙碌 不一定 就播种掉 民主主义 比较 他就说 他说这个 政府啊 比如说 在那里有幾百科 哦 我们现在知道就是 很多人 要查什么事情 就有幾百科 啊 像你如果有幾百科去查漁夫 我跟你说 都拍位 啊 说是怎样才能拍位 啊 以后你自己不 不自己走去查 我跟你说 我要查 我有查 但是你知道他们的管理员 都是中国人 啊 啊所以呢 我建设 他们建议我妈 啊 啊 也不听话 啊所以这个维基百科 有的信息 有的也是不信息 啊 啊比如说 我们太阳化学院 都 维基百科上面 都把 以语媚 都把他们 有武就把他们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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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看啊 那是谁摇摇啊 那怎么都没有人去纠正他呢 啊维基百科上面 人哪知道 在对不对 啊谁摇摇 啊当然也是 参加 当然也是反对 太阳化运动的人 去摇摇 把他们摇摇摇很差 啊 所以呢 这个布柱里面也有说 啊 很多维基百科 像这个少年子 那些故事啊 摇摇摇摇 太阳化的故事摇摇摇摇 第二点 专制独裁政府 他也听我说 没有你们大家来参务 这个案件 这个政治的事件 你们大家可以来参务 他现在是 现在参务 现在他做到没成功 是的 是你们大家都来参务 所以 这个任务都给你们大家 都是你们下的 比如说 我现在来罗湾 我半分钟通过 扶茂法 通过啦 你民进党也在地 虽然我半分钟通过 但是你民进党在地 他也是这样跟你说 所以这就是专制独裁政府做的事 他用量变和质变 后去派了人 开始删 删登删删删 删一个有 无的 他想说 用量变 可以来变 直变 所以那一天啊 在江宜法宣布要称新媒体小组的时候 我就接着一个简讯 接着简讯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知道我的电话 第二,他发的简讯不是用电话发的 他是用那种email的地址 那种email的地址一样就知道 那种就是人家专门在诈骗的 去行政一个 这种其实是没有人的email的地址 上面就说超越燃绿,公民自救,胡茂事过还是死 我们来选,我们自己来选 叫大家去投票 他说拳头,他就有一个拳头 造出来的学印之神不能代表我们 你去想看看,是怎么要造这个出来 这有可能也不是政府做的 有可能也造成集团 有可能是钓鱼网站下去做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 你政府就开始要反制 你要成立网络军的时候 开始就有这些诈骗集团就对你来了 你就要做贵嘛 当然贵就会来了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要看美国政府不是这样做 这个美国的欧巴马一中台 它就推动了结合这个开放政府前瞻 这个他们的 有这个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 这个活动 就是希望可以将政府所有的资讯都给它透明化 这些资讯透明化之后 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这个资讯 来做稳用 利用政府的资讯来做稳用 比如说一家伦的义务 每一台政府去试验的结果 比如edoluota的车可以塞位 bens可以塞位 路上可以塞位 这是这样的资讯透明化 来被所有的产伦 quando利用 所以喔 哪个政府不是这样做 哪个政府是要成立网络 要用欧要用着又去复 triang 你在想有这种政府喔 蛤 有这种政府这样说 这样说要来扣我们老米 ex的钱 他负责了 再来给马拉伯伴对照 伴对照不是你的国民吗 不过在这个网路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这个内容的传播是要经过的这个关系网络 什么叫关系网络呢 真简单 你如果要 比如说我现在要传递一个项目 我要团给你 但是你对我看着衣服 我都很图乱 我都很紧张 像我把他的东西来到我这儿就把它添起来 身材把它缓制和马拉伯回去 这样就全部不出续了 像不你大家要按赞留言分享 这样我不能传递出去 你如果没有做这些事情 这样我就惨了 我就发不出去了 对吧 所以你看 你政府开这些钱 来做这些事情 第一 这些五四三就对你来了 这样有效果吗 这些就是造成这个负面的影响 第二 就是你这样做 对于我们这个国家 你拿到国家的主缘 如果这样做 压师 这个政策不再来 不来 经过这个政策的官方来去辩论 来讨论 来讨论 来 不要用黑箱作业来 让每一个人了解 你再破坏 你自己要用网络研讯息 要用网络研讯息 要打压 叫警察去做他 这样 老百生才不得他幸福 才不得心理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 这个马英雄就在那里说 哦 这日本开始要重启核电 马上我就接着一张人在说 马卡龙 基本上不要偷日本下水 日本人为什么要重启核电 是因为 因为有一些核电之外 比如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 这些电力不够 所以他们用核能 来做一些补偿 这样而已 啊其实他是 人贼的这个努力 所以我跟你说 你要办怪事 不然你整个就像中国这样 你就是像中国一样 完全封锁网络 不然你如果要用利益保抖 你讲他话 你要办怪事 那一个就叫他看 你这就没在多厉害了 你用笑事 所以叫他玩事 这样对你政府有好处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嘛 由这个所在 我们就可以了解嘛 这个政府是什么心态 OK FMQ1.5 自由一声 渔夫自由走 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 这个主题要来说的 是要说 有个好聊的时间到处了 夭壽的渔夫啊 现在听你说 已经9.5了 要10点了 你知道我开始 晚上吃吃吃的 我倒过的腰 你这个心态 你跟我说好聊 你真正实在使用 他其实我是要说他背后的故事 我们知道在台北 有一间叫做鱼鱼瓶 鱼鱼瓶 鱼鱼瓶 是在这里 在这个康定路 康定路 康定路 康定路是最近三重的地方 那以前我常常来到这个医疑病 这个地方 我有什么来说呢 因为那时候 大家记得早期就是 有一个电台 叫做绿色和平电台 绿色和平电台 那么那时候我常常去那里做公布 所以啊 为我骑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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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 经过这个鱼鱼瓶 这个地方 我就都会跑去那里吃一碗 吃一碗后呢 这早日米去 这早去公布 这就是公布之后 我就 来到这个鱼鱼瓶 这个地方 然后就在那里吃一碗 这个鱼鱼瓶 这个它的炒米粉 米粉炒 跟它的鱼鱼 很好吃 尤其是这个炒米粉 我上头给他问 我说 请问你这个炒米粉 不是炒米粉 米粉炒 要说米粉炒 因为炒是动词 炒米粉的炒是动词 米粉炒的炒是名词 这米粉 有分色 粗和油的 这个油一平的米粉 是炒油的米粉 另外一种用炒 那种不像这样炒 那种更粗 台湾人有一句话说 人在吃米粉 你在发烧 如果说到这个炒米粉 我们台湾人是这样 他们老一半 尤其是在中秋末 这要到 中秋末在拜过年 的时候要炒米粉 米粉炒 来交代大家 就是那时候大家说 吃米粉 有何头肉 我又重复一遍 吃米粉 有何头肉 这句话就是说 这句话你听着就知道 它这个米粉是炒蚝 不才会吃米粉蚝 就是炒蚝 才有好头肉 都不才练下去 所以这就是炒蚝 有一种是金粿炒米粉 金粿炒米粉是 炒蚝 但是 老实说 我的印象里面 我不想吃过米粉炒蚝 米粉炒蚝 我不要吃过 所以 人们说吃米粉蚝才有好头肉 我就是不要吃过 不知道人们都找不到好头肉 搞定又在那样 做到要死 这样 很容易 跟大家开玩笑 但是 那时 为了这个民主电台 有人说 这是地下电台 这个故事 很多人都没了解 那地下电台的故事 我都很了解 因为我就是 深经整个地下电台的发展史 我会说 那是怎样 我会说 最早 最早 这个人开始发展这种地下电台 那个时候 如果是在台北地区的人都知道 这个叫做全民电台 全民电台 就是中尊弘 那些人 一群人就去办 那时 就去外国 建构电台 发展的 建构电台的设备 这就由电台 为了发出来 那时 你的电台设备 如果是去用炒气 这就不得了 那时 我去到 买了 我来到台南 台南母主委 第四位 他书 那时 也在冲到第二个电台 那快天 三五六六 早上他们到招 他就在放在他家的楼上 三五六六六 也来跟他们招摄摄鼻 摄鼻 摄鼻 那摄鼻 如果他们招到 摸鼻 你便买发布 但是 这道高一词 摩高一证 不要紧 这一条我收起 我再有那些幽闵的 鼻翁的一段堆 那时 在全民电台 在报音 我早记 全民电台在报音 唉 唉,我想要讓大家有一個人在寫電台書,黑白寫啦,黑白寫,都算沒辦法研究烤聚集,然後慶祭黑白寫 那時候我們在全民電台的報應,你怎麼知道那多恐怖?你怎麼知道? 那時候,要去報應的時候,要頭頭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那個電台 電台搖搖搖搖搖搖搖,電台最後是放在什麼地方,現在的新北市,就是以前的打北館最好,因為人口比較複雜,比較好長 再來呢,全民電台後,聽說政府,因為當地下電台在那邊受盡,所以聽說準備開門 噢,這一個人就開始用了,我記得那時候的綠色和平電台就是在那時候用的 綠色和平電台啊,開始在那裡爭搖搖搖,我人就在旁邊看那裡的港町人員在爭搖搖,大家在那爭搖 那一陣子就開始在那補搖搖,那時候還有另外一台,那這台呢,我記得了,叫做台灣之聲 就是那個許榮池,康映吉,康映吉,康映吉的台灣之聲那時候也很有名 所以常常,大家就記得說,這丹一聲,丹一聲,台灣之聲,丹一聲 那個歷史和平也是很有名,就是我記得那個台灣之聲可能稍微慢一點點成立 那在什麼地方呢,這康映吉就經常說,很神秘,不可以說了,那什麼 那時候呢,綠色和平電台,開播之後,後來,在這個南台灣,又開播了一台,叫做南台灣之聲 那時候,購這個名,不是很認真啦,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知道說,今天購購了,搞不好就用抄台去了 啊,我們這裡去做公佈的人,不好意思喔,沒有錢的哈,二天的哈,做送的而已哈 那時候我就租錢這個五七了,五七了,什麼這個五七了呢 這個月報的時候,五點到七點,五點到七點 那時候,每一個人在台北市的時候,都在塞車,塞車要回去 那很多朋友,我記得的時候,很多朋友在給我翻譯,很多聽眾 他說,啊,有餘夫啊,你怎麼在那夭壽啊,你怎麼說得這麼清楚啊,我五點到七點 啊,就塞車到家了,啊,我母是說奇怪,還沒要起來吃飯啦,說,啊,為什麼啊 啊,我就塞到我家,人都不甘願要下車,在車上結束,在聽你們說,說到七點說完,我才要去吃飯就對了 啊,叫那時候沒有這樣的人,啊,你說有骨髓嗎 所以,在那個,啊,那個時候,電台啊,會作用啊,啊,像現在的網路啊,會發出到不一樣的聲音 而且,還有人,我記得那時候,還有人說,做一種,啊,是另外一種的調查啦,說,我們的那個收聽率啊,早就超過什麼景廣,中廣 哎,我現在特別,在這裡跟我們少人一輩說啊,不然,我在我們這個時代要拼這個電台,不簡單呢,不是像現在這樣呢,啊,現在說有錢,大家可以來申請呢,不是呢,你有錢要申請嗎,沒有呢,啊,可以說超超的呢,我不要再說,你要乖呢,那要怕死呢,啊,但是這中間發生一件,啊,現在有革命性的這個,啊,工作,啊, 啊,啊,這個工作就是這樣啦,啊,因為這個行情,啊,不然可以申請這個電台的時候啊,啊,有一個問題就是說,你是區域性的電台啊,啊,比如說,我們住一家, 啊,可能就是台南加義,啊,啊,高雄這個地方,啊,啊,部分的地區聽得到,你看看就聽不懂了,你要去到台北就聽不懂了,啊,啊, 就是聯播王,啊,聯播王是後來的這個概念,啊,啊,但是問題是這樣啦,啊,那個,那個時候這樣規定,啊,所以變成, 申請說,今天的,我有一個時候在公佈的時候,啊,我想想說,我就問那個,技術人員說,愛,我請問,啊,我現在, 剛剛,我在這電台做節目,啊,我是可以扣扣給人,啊,啊,那麼可以說 performer,啊, 怎麼GS,啊,啊,把它想錄成,啊,是什麼生意嗎,啊,olfõ,啊, 보세요,啊,沒抽空的,啊, 虽然不是联播网 但是是南北共同主持 透過這個電話線 我跟你說 基層政府一聽說 愛 火鍋怎麼都沒想到啦 讚 恍惡感 就開始了 我們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南北主持了 所謂的用南北連線的方式 我跟你說 如果要旁邊現在有的沒有的 我最好旁邊 我常想那有的沒有的 這個要怎麼倒這個 這就是 所有的發明都來自於飢餓 什麼叫飢餓 你來自於飢餓跟病毒 飢餓就是說 你認為你吃就不夠了 我要吃更大湯 要吃更多 要怎麼用 開始就太胖了 第二就是 病毒 病毒做這個病毒做病毒洗衣服 整個發明一個洗衣服 對不對 就是這樣來的 所有的發明都是這樣子來的 那時候就發明這樣 所以後來就是 所有的這個民主電台 開始都生氣了 後來 大家就黏著黏著黏著 當然買了 我們客機有比較發電 初期是在做這個南北 用電話連線的時候 那個品質 音質有點不好 但是慢慢的 都做好了 這樣有心不想嗎 所以 但是這個發展是這樣 結果來 那時候 我記得是差不多 一區區空區一年的時候 區二年的時候 我區三年就是要去電視台 你去電視台之後 因為要開拓這個有線電視台 所以我就 又沒用去做這個 地下電台 接播主持 我就死掉了 我就想說 我們就沒辦法 很多人也很想要說 是不是整個中央人一個 那央人之後 就開始我就 慢慢一步一步就離開這個 所謂的民主電台 或者說 大家說的這個地下電台 但是呢 我們的電台就慢慢的發 因為 好看 好看 你就慢慢的發電 就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但是 這個時候 有一個人 叫做錯綽康 騙瘀 他自己起來 他也進行一台 非碟電台 這個錯綽康 這個不知道是怎樣 這個台灣人 不會做未替 台北都不會做未替 就是說 如果我們做好不容易 經營到一陣子 要放棄了不要 包括我,我還是怎麼會離開電視台 很多人說他為什麼都沒有在電視台看到你 我們這個有時候,我感覺是這樣 第一,這個台灣人比較貼底 不要說不一定是善良,但是比較貼底 我因為看到大家這樣炒到沒有死 跟那些民主炒到沒有死,我感覺自己很辛苦 雖然我以前是總監 我感覺國家社會,我有一天看自己這次看著 我簡直就是國家的亂源 自己在那看著眼睛眼睛眼睛很辛苦 過天我就在那時,我不去做 我說這不是我的志業 但是人家靠我都喝了 他們就開始亂講也沒關係 說到你怕死也沒關係 都有很多人,很多人可以去做媒體 所以學校教的,老師給你教的什麼新聞道德什麼都嫁 那是學校裡面在科技營的,到社會出來都沒工夫了 都沒工夫了,那也找不到典範 找不到典範堂學習 所以 eigenlijk胆著就開始買一台這種民主電台就需要買到裡面 看來就讓他買到裡面,他們就開始全國連播 哪00人當時,他叫他們講全省 聯播,我們說全國連播 不然这样而已 你看到你现在这个电视台也这样 慢慢的也是这样 尤其是我们以前 为电台过渡到这个有线电视台的时候 几乎每个地方都要有一个电视台 不然呢 不然呢 我买了 在团买了 所以这感觉实在是 这个经过的过程 我这样人生围二十几岁二十二岁 就开始在中国四部 做到之前 我已经五十四岁 这样说起来也三十几年 很万坦就是这样 我们在那个时代 突破到这个党政军的垄断 好啊 好不容易把这个媒体的公民权抢回来 表面上 是很多这个媒体一定归人民所有 比较说 我们知道绿色和平 是集资的哦 那时候为了要集这个五千万申请电台 你知不知道什么 在那里的电台一直宣传 一直宣传说我们现在 要集资五千万 那我们希望呢 是所有的全民 大家就会来出钱 看来可以出到五千万买 这次所有的钱都要集资 所有要驾资的钱 差不多到那个时间一九年 这样整个红一下 这样五千几万 你知不知道 好啊 那很感动的 那种热情啊 那种热情啊 我们已经很久没看 除了是最近的太阳花以外 很久已经没看 慢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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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敌人不变成政客 变成政客之后 人民就失去那个集资的政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很简单的事情 确实是这样就会过程 所以 那时候 你做这个 电台 如果说 南北连线 就是为我那个时候 开创去 所以 我现在你说 有些青蜜蜜蜜 就在说 蜜蜜蜜蜜 不知道这个故事 蜜蜜蜜蜜蜜蜜 不知道怎么在日本 所以 在这个 电台 我在这个聞店里头 坦白说 我自己觉得 真 vad 我都去遭遇到 最چ 剧烈的改革时 第一个就是 暴静解言 暴静解言 我在为官人不 ее 你占把案子 那时候走到大半 要 reproduce 哪怕哪怕 没有人天生是勇敢的 每一个人都是一边怕 一边弄一边写 只是在最后关头的时候 然后坚持到底 最名的故事就是 古早时代的这个文天祥 我大概就说文天祥 正气歌 寻到这样 这个人似死如归 有够厉害 我说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是人家拿米露 人家撒米露 他拿金钱要给他引诱 但是文天祥 那时候 你想看看 金钱给你 米露给你 叫你不要反对政府 你敢撞得住 我告诉你 10个有9个撞不住 包括我也撞不住 这样就 好听话就好了 何必要 官态在台湾在尖度 你要死不死 你们家的台湾在尖度 到时候你还帮我妈研究 也没法党 还是会帮他了 所以 或是要帮我国民党 也没法党 如果要给你出门 你又要帮你 你自己就没反省了 对不对 所以 不是每一个人很愿意 就是 文天祥是说 感觉他真的要他截断的时候 那时候 清清他说 我也是要建设高低 这样才有法度 这样才是正常的人性 正常的人性是这样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 在抗争 那真实话 我们还是说 都是走到在那里面 从什么怕 就 做 说 说 说 看 第四年 我还是在那里做说 说 有三年开始去放着有线电视台的时代 各位要知道我是那个TPBS超市三立 这都创台元老 我去那个TPBS的时刻我信不信 那个时候三组的记者 三组而已 三组而已 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李涛啦 张亚琴都坚持 我是第一个专任 但是我在做电视的时候是这样 我在做有线电视 我不是以前就 我不是出身就在做电视 我是那时候打起的时候 人家就叫我那个 人家就把我 现在准备节目放下去了 总说好了 开始要录音了 因为公司设备不够 所以不可以录音了 要准备现场live直播 蛤蛤 什么事情live直播 各位要知道 如果以前在电视台 你要训练可以直播 一定要经过很久很久的训练 才能直播 我不是 我第一个节目就直播了 所以起立就要说了 说不对要怎么说 说不对 很好笑 说不对 我自己那时候 对不起讲错了 这个反而让一般人看了以后说 哎哟 我不要看这个人在主持人 我看人家这么亲切的 啊 啊 说不对 我从那里放在这里 我看过这种 就那个 所以从这样 由那个节目开始 就 风风叫了 对吧 画黑黑的叫 这样啊 那时候地下电台 我从那里放在这里 就一直在讨论我的节目 很深色 所有人都在讨论 有些人都在讨论 有些人都在讨论 啊 余夫哦 这个 上了电视台哦 那时候为什么 哎 像那个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那时候我去 我之前 开始 不管是 这个民主电台 还是电视 都同样 我的生活就是 所有的不太 那是 属于公共资源 比如说电台 电视 这些都占用国家资源 这些都必须要 要有各方不同的意见 都可以表达 啊 你如果要做出保证 还是出车 还是客战 还是你要出你个人的 那个网络的部落格 这样这是你个人的财产 你要怎么做 也可以怎么做 都可以 所以 这个鱿鱼品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 到我那个时候 在那里 对控的 这个 啊 媒体垄断的时候 有一个 一段 很轻的感情 在那里 我现在 三五五十了 如果我去到台北 我想到 就把我 美妻的 说 美妻的 我们来去吃一碗 炸米粉 想我说 为什么要吃炸米粉 不然 就想我 那个过期的 那段 的日子 想我为民主 为了这些 媒体的 繁垄断 废出 付出了那么多的心力 而 我们不是说希望说 大家 都 啊 衣服你好 好伟大 不是 我是要自己 回去吃一碗 那个 米粉炒 感受一下 过期 那段 日子 那段 日子 那段 那种热情 是 当然 现在不能比了 所以那些人都会感觉说 很多独家 很多听众 很多观众 都充满着热情 最后呢 要跟各位说 就是说 我在网络里面 有人看到我这道文章 特别说 那铁鸭在金鸡炒米粉 是因为铁鸭没米粉 没米 不能做米粉 那铁鸡放在土壳 没暖 所以呢 就有这道菜 叫做 金鸡炒米粉 出来 那有人说 那米粉 铁鸡通常是在煮汤的 不太炒的 所以你搞错了 这也真是不错 这边楼下的东西就是这样 你如果下下来 就引发其他的 独家 要跟你做回来讨论 所以你就能改进进步 好凶漏漏漏 不然让我漏漏漏 可以求进步 这也真是不错 好 这样我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这是 FMQE电脑组游几下 这里